12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消息重申毫无根据的关于选举被操纵的指控并表示他将继续与大选结果进行斗争 特朗普拒绝承认11月3号的选举结果他的律师继续提出法律质疑指控选举欺诈行为但都没有提供证据 美国州和联邦大选官员一再表示没有此类证据大多数诉讼已被法官驳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